维基解密网站的创办人阿桑奇在今天已经向英国警方自首 阿桑奇在当地时间今天早晨的九点半左右向伦敦警局自首 他会在下午转送到威斯米斯特裁判法院提堂 决定是否把他引渡回瑞典受审 39岁的阿桑奇被指8月份的时候在瑞典涉嫌性侵犯两名女性 被瑞典当局通缉 国际刑警也把阿桑奇列为头号通缉犯 阿桑奇被指一直藏身在英国 但通缉令并不包括英国 直到昨晚新的通缉令发出 英国警方才拘捕他 阿桑奇所创办的维基解密网站 早前泄露了大量美国外交电文 引起了华府炮轰 白宫当然也在密切留意阿桑奇自首的消息